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您看啊 现在可是澳洲最美的季节 而且呢 我们这次安排的这个线路 不同于常规的线路 增加了很多项目 非常好玩 要么您再考虑考虑 不用考虑了 九头牛都拉不回来 我本来计划是带孩子出去放松一下 现在看来真的是一点时间都没有了 那孩子得多失望啊 那你们夫妻二人都忙啊 哪怕去一个呢 不是我们没时间 是孩子没时间 因为呢 他要小学生初中 小生初啊 那我真是非常理解 我儿子也是特别紧张 其实啊 最紧张的是咱们这些当家长的 是吧 那我问您一个这个题外的问题啊 你给孩子抱了哪个不习伴啊 我想想啊 有三中的 副中的 灰光的 十大二副 还有一中 我们还准备报八十八中 现在正想办法呢 报这么多呀 上得过来吗 我们就上一个三中 那干嘛报这么多呀 您的儿子就报了一个补习班吗 是啊 您是他的亲妈吗 那当然是 我明白了 那就是特别有路子 没有 那就是特别有钱 也不像 其实我是刚从外地回来 真的现在是愁死了 您帮我分析分析啊 这孩子抱一个补习班 真的不行啊 您这样怎么行呢 这样把孩子给毁了 这样吧 我跟你说一说啊 这小生初一定得 瞄准最好的学校 找最好的老师 报最贵的班 什么奥数呀 华术呀 英语呀 作文呀 能报的 全给他报上 课堂上听老师讲课 课间抓紧做题 一点都不让他闲着 教室后头坐一溜家长 左手提着水壶 右手举着汉堡 特敬业的那种 孩子一回头 甭管有事没事 都得赶紧说 May I help you sir 一口地道的仆人味 倍儿殷勤 回家呀 再给加点数学题 教材用思维引导的 那一晚上光草高纸 就得用掉一点 再被一录音机听英语 二十四小时放着 就一个字困 每年补习班 光学费就得十几万 周围孩子不是补英语 就是补数学 你要是没报告 十几个补习班 您都不好意思 跟人家打招呼 你说这孩子晚上得学到几点 我觉得怎么也得熬到个十二点吧 十二点 那是节假日 平时都是四点 您别嫌累 还别偷懒 如果您能理解 小生初孩子家长心情的话 他们能舍得报十几个补习班 那么他根本就不在乎 孩子能睡几个小时 什么叫小生初 你知道吗 小生初就是凌晨四点睡 早晨六点起 天天孩子都是熊猫眼 所以我们小生初的学习口号就是 不求最好但求最困 我 我还是没太弄明白啊 这一下子报十几个补习班 那怎么上啊 如果您要是去过这些古习班课堂的话 就会发现一个现象 很多的位子吧 全是空的 但是你一问报名处 报名额满 对 撒大王 果大鱼 没有一个人愿意在一棵树上吊死 您这么重金打造 那您的孩子上重点中学 肯定是没问题了吧 要是真没问题的话 现在我们就去澳洲看海豚表演了 我的孩子吃亏就吃亏在他的奥数比赛 从来没有拿过第一 那他考第几啊 才第二 你看您真是太谦虚了 才第二 对了 您还有别的问题吗 我的那个费啊 真不好意思 这把正事都忘了 你看看你这个团费啊 这样吧 我只能给您破例 把这个 这个房费给免了 行 这就是我最高的权限了 咱们都是小生初的受累者 互相包含一下行吗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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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了 在孩子升学这件事情上 我怎么觉得你像个外星人呢 小生初现在比高考还难呢 如果要想上一个好一点的中学 那不扒一层皮那不可能的 是 这不就一直忙工作来着吗 那您工作再忙 忙来忙去还是为了孩子 那您老公呢 他也不管吗 我们家可不一样 爷爷 奶奶 姥姥 姥爷 可全上阵了 总之 不能让我们的孩子一开始 就输在起跑线上 通过宝宝爬星大赛 将撞生的理念和产品 自然而然地介绍给大家 这就是我的目的 谢谢 林德的想法不错 好 现在呢 我们剩下最后一个了 我们来看一看准妈妈 洛西的想法 洛西给你了 来 帮我一下 我的主题就是 健康人生从肚皮游戏开始 你怎么会儿 看看 你别叫了 别找了 跟奶奶出去了 他怎么出去了呢 这今天晚上还要上二十班呢 小丹 这有份报纸 我给你留着呢 你看看 我没时间看报纸了 都知道迟到了 去哪儿了 小学生每天睡眠 不少于十小时 晚上九点必须入睡 才能满足身体发育的需要 十个小时 必须睡十个小时 看看爷爷 您做个市场调查 现在有几个小学生 每天能睡够十个小时 这星期天的都睡不够 这到底去哪儿了他 来不及了 奥数可以修矣 首先小学生的智力 并不是由奥数来培训的 个别人的成就感和兴趣 恰恰是建立在 绝大多数孩子的痛苦之上的 痛苦啊孩子 其次奥数 正是许多数学指教者 来以生存的法宝 如果数学就只有 这么简单的几个原理 就只有这么简单的几个公式 那么培训班就可以失业了 全国至少损失 几十个亿的收入 就是相当可观的 你看啊 看看爷爷 这大道理咱们回头再说行吗 真是来不及了 你看说好我去接的 你们又把他接走了 我们不想接的呢 那门口已经没有人都接走了 就剩看看一个人了 这我们才接了 我才晚了十五分钟 那反正您看啊 这补习班他必须要去 就是今天您把他藏起来了 他下次还得去 那就算是咱不让他去 那学校也不干呀 晓丹 你这回回来 那目的咱们都是为了 让看看顺利地升中学 这我们不会拖后腿 你放心 但是呢 我们有原则 做什么事情不能对 看看的身体造成损害 知道吧 那我们不答应 我是他妈 我怎么能对他的身体 造成损害呢 那要不您说怎么办吧 这钱我也交了 你们复婚的事 我曾经说过 看看 除了睡觉吃饭 我其他什么事我也不管 但是我看着看看 现在一天到晚 连个足觉都睡不好 那孩子睡不过觉 那那那是等于慢性自杀呀 你看这样 一三五休息 二四六上怎么样 星期天呢 星期天呢 咱们就激动 看他的意思 好吧 哎呦 彻底来不及了 这样吧 打倒万恶的奥数教育啊 奥数教育对青少年的毒害 比黄毒毒害厉害 听见了吗 厉害这玩意儿 目前奥数教育的泛滥 已经成为一种社会的公害 不仅对青少年身体健康 造成了严重的危害 更重要的是 你对许多家庭造成了沉重的经济 抗伤 你们两个的策划案呢 都不错 但是要综合一下客户的需求 和控制成本 露西特别合适 哇 太棒了 顾奶奶 你小点动作啊 你吓死我了是吧 万一把孩子生在这儿这么管 琳达 你也很不错的 继续努力 好 散会 我跟你说啊 我会从那个安同工作呢 再跟他们联络一下 然后我们就按照那个组 好 来 喂 行 我办完事就赶回去啊 好嘞 咱咱咱 您好 我报周六下午的五年级奥数 周末的全都满了 包一个写的 满了 那作文班呢 全都满了 数学语文英语都满了 都满了 那平时的奥数呢 五年级奥数我看看啊 现在就剩下周四晚上 六点半的一个班呢 行 那就报这个吧 那作文班呢 暂时满了 都满了 那好 我再考虑一下 那您看这样行不行 我今天先报上 我给你留一个联系方式 有退班的您通知我 今天有退班的 等不及我们通知两分钟 就被抢完了 天天这么多人排队 要不然您就下个月吧 下个月现在还有位置 行 行 那就报这个 一共多少钱 两千六 走啊 得 又多了二百 這fort 我知道了 我赶紧在第一车上 联系 露西 你也太阴暗了吧 名人不做暗示 你干吗偷偷摸摸的 我可没偷偷摸摸的 你又不是我的领导 我干嘛都给你汇报 Lucy Grace 你瘦得真快 还行吧 有时间吗 咱们聊会儿 好啊 走 走 怎么会啊 你都是AM了 怎么就愿意生个孩子 就弄到信息部去检报纸 AM有什么用啊 你说有什么用 不照样被公司给抛弃了 那是不是你休产假的时间 太长了 你原来不是休两个月吗 怎么去休了四个半月啊 晚月加抛妇产 这劳动法规定 就是休息四个半月嘛 不过你说的也是 我要是生了孩子 一满月我就来上班 估计啊 不至于沦落到现在这个地步 我有思想准备 无所谓 我现在啊 重心是孩子 乐得轻松没压力 等孩子大点 我在东山再骑 你这肚子可够大的啊 得扣着点体重了 你不知道 我爸 我妈 我跟我嫂子 再加上我老公和我公公 有一个算一个 把我完全当猪位 我一天吃八顿他那么不鲜多 陈飞在哪儿生啊 还能在哪儿生啊 肯定是复肠医院咯 那人特多吧 是 我跟你说 我一听这种意义 我头都大了 最受不了没完没了的排队了 你知道吗 那次我们家为了弄个专家号 全家总动员 早上四点就去排队了 是吗 每次检查 你就得溜溜在那儿耗一天 想想都出 更别说生孩子了 你在哪儿生的 女子医院 那儿不错啊 就是太贵了 我做了个B超花了三千多 肯定比复产医院贵 不是一个档次 你可真有钱 不是我有钱 是我啊 有觉悟 知道吧 咱们女人就得对自己好 得宠着自己 我家里人开始也嫌贵啊 说什么把钱留着养孩子 凭什么呀 我辛辛苦苦生个孩子 还不该得到点优待啊 再说我要是生得高兴了 那孩子也会更好嘛 我们家里人拗不过我 就去了女子医院 但是啊我跟你说 那是真的好 每次去那儿产检 一直到最后生产 你只要去到那儿 就像去当女皇一样 对的对的 幸福吧 你也可以啊 又不是没钱 干吗要去公立医院 受那个罪啊 不是 就是因为没钱嘛 你看看 你都是AM了 可我这是个A 我公司只有你的一半 我就不信了 你们两口子一年的工资 加起来 还不够你生个孩子啊 一年的工资肯定是够了 可我们也不能一年的工资 就生个孩子吧 怎么不能啊 女人生孩子是大事 那后半辈子都改变了 你老公要心疼钱 让他生去啊 不怀孕多辛苦啊 就跟每天抱着一袋 二十斤的大迷一样 你让他抱大 你让他抱一二十岁大迷 试试看 对对对的 能抱十分钟就不错了 就是 既然花钱能少受罪 那干吗不花那钱 是吧 有道理 我那儿啊 还有我那医生的名片呢 回头给你啊 行 好 我爱子宇 让他几天没来 又觉得过了好久 是啊 我也觉得这几天 过得特别地漫长 我有时候在想 你是不是因为赌气 还不愿意跟我分开呢 以前都是你甩了别人 从来没人跟你说过要分手 其实你并不是真的 不想跟我分手 刚开始的时候 我也这么觉得 包括管节他们劝我 都是说我心里难受 肯定是受自尊心的原因 我也试着跟他们出去玩 唱歌 喝酒 但是我都觉得特别没意思 每次每次看见他们都出双入队的 身边带着 跟自己差不多大的男朋友 我就觉得特别别扭 我想 一个可能是我觉得孤独 还有一个原因 是我真的不喜欢同一人 变态 那你可也把我甩了 再找一个岁数比我还大 真是少见你这种奇怪的女人 看你到底喜欢我什么呢 只有女孩子才会问自己的男朋友 喜欢自己什么呢 女人 女人 安全感 每次在你怀里的时候 我都有一种足小就渴望的安全感 现在安全感这个词对一个男人来讲 可不是夸奖 典型的脸浮清甜 我就是脸浮清甜 我就是喜欢抱着你的身后 叫你爸 我就是喜欢抱着你的身后 叫你爸 来来来 进来 今天不行 为什么 是不是你跟他已经 不是 没有 我就是不愿意跟你亲战完以后 我就是不愿意跟你亲战完以后 再回去面对另外一个人 那要是对你的不尊重吗 你不是说过 要动吗 没问题 我也下决心了 那我孩子的事情 一解决 他妈把你离开 我就来找你 但你现在让我身份良地 心里不能坦坦荡荡的 跟你亲战完以后再若无其事地回到家里 真的做不到 我相信你 我会等他看看考完试的时候的 乖 你说我的一个家里有长的秘密啊 你说我是什么东西啊 你这个家里的家里有点事是什么 你这是啥 如果有一个女人 你今天他点击就叫我秘密 你能带死我 看看奶奶 不是什么 我给你商量商量 不是什么呀 就这马桶垫能不能咱以后别用了 这真的特别不卫生 刚换呢 新的 我每次都用巴士那个销刀一起 这个本身它就不卫生 你想想每个人都光是屁股坐在上面 难免什么脏东西就贱 真的想想就恶心 还有用完了把这马桶盖盖上 这样既美观又卫生 小丹啊 说得对着呢 不用就不用吧 是吧 又不是什么大事 啊 没事了 小丹 你忙去吧 嗯 啊 忙去吧 忙去 小不忍则乱打磨 这女人吧 在外边过场了 就是跟毒了 她不就是洁癖吗 咱们配合配合 咱们配合配合 里外里就几个月 分她点当家做主的感觉 你想啊 咱们这边又是接受了她 历程那边还好意思 跟那个小姑娘好啊 我得提醒你啊 咱们现在设的这个套呢 那是让别人往里跳的 你别老自己奋不顾身地往里跳 行不行 最特的 看我的 我懂了 我明白了 我自己调整心态好不好 一定要端正态度 你看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快快快 起来了 快 听话 今天还得去医院呢 你呗 还不起床 快快快快 起来了 你起晚上又得排大队了啊 快快快 起来了 不是 起早了不也得排队吗 早去晚去都得排队 那现在这医院 不都得排队吗 你不排队怎么办呀 您说的 我们单位的Gris她就不排队的 Gris不排队 那她在哪儿生孩子呀 在郊区医院生啊 才不是呢 人家是去女子医院生的 那是 那女子医院 一个孕妇的费用 顶得上这儿五十个费用 那能一样吗 那肯定不排队呀 你不会是想上那儿生孩子去吧 嗯 老婆 那儿太贵了 老婆 生个孩子得好几万块钱呢 就五万块钱 老公 我和你儿子加起来 还不值这五万吗 那 那话不能这么说 你跟我儿子加起来 那是无价值宝 可是五万块钱太贵了 你想想啊 五万块钱才能买多少东西啊 能给咱孩子用最好的尿不湿 能吃最好的奶粉 最重要的是还能给你添好多漂亮衣服 是不是啊 你看啊 都是一样的医生 人家这边一千多就把孩子生了 咱非得上这儿花五万 咱晕到头啊 太亏了吧 我一点都不觉得亏 我那五万块钱买的是服务 我至少可以受到贵宾一样的待遇吧 生了多有尊严啊 我不需要排队 我不需要看医生和护士的脸色 我不会阵痛的时候没人管 我不会和五六个产妇一起挤一个病房 那还有银耳莲子汤喝呢 一点都不觉得亏 老婆 咱太没出息了吧 一个银耳莲子汤就把你征服了 你想想 咱那五万块钱都买了银耳莲子汤 你都可以在里边游泳了 什么呀 你再说了 你说咱们家虽然没有房贷没有车贷 可是买房子买车的钱那不都是爸妈给的吗 虽然他们没说还 咱们是不是多少得还点啊 还有咱们那会儿不是还计划着要换大房子呢吗 你啊 你就是找借口 我看你是不舍得 我怎么会不舍得呢嘛 可是咱家确实花不起这个钱 怎么就花不起了 凭什么格瑞斯就花得起 我又不比他老 也不比他丑的 凭什么他就花得起了 行了行了行了 你什么都别说了 你的意思就是嫌我挣不来钱吗不是吗 我能说这意思 行了行了 咱们不说这事了行吗 快起床吧啊 还有好多正事要办 老公 老公 你把我拉起来吧 看看 起来了起来了 快点 快起床了起床了快快 哎呦这蓝虫呢赶紧起来了哦 快点快快快来不及了啊 妈妈早饭都做好了快 这拖鞋怎么乱摆啊啊 快点 妈妈给你叠被子啊 抓紧时间快点 哎呀快吃呢 快吃呢 快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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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紧的啊 你这个是水瓶啊 我把奶喝了把奶喝了 别光吃面包了快点还呢 啊 这出门上补习班带个板凳干嘛呀 啊看看去上课 我们不能老在学校门口等着 是不是啊 那个他那学校门口不是有个小公园吗 我们在外边坐坐 把那鸡蛋给他装上啊 那公园里有的是板凳 寄公园坐不就行了吗 那还不是给买票吗进去 是不是啊快点 吃饱了吗乖子 嗯 等一等一等 走吧走吧 快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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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不干啃面吧 光不干啃面 光不干啃面 对啊 渴不渴啊 那鸡蛋带上吧 不带进来 拿包子不用 老婆 坚持就是胜利啊 好 这么大清早 医院也这么多人 那没办法啊 来 你先坐着信 我去给你挂号 又困了 来 慢点 来 给我们挂号去 哇 你快点 等我啊 nå 这里 放开 应该是不是 不 stops 很好 哼 居听着 你翻字 居 α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孙经理好久没见您这么高兴了 有什么事还自己偷着乐 什么叫偷着乐呀 高兴就是高兴呗 我突然觉得这个世界不跟我对着干了 心情还真不错 世界跟您对着干 坐下坐下 我一直以为是您跟世界对着干的 你会不会聊天呀 不会聊天写总结去啊 孙经理有什么高兴的事说出来 让我也高兴高兴 怎么跟你说呢 我复婚了你知道吧 我就是为了孩子小生初才复婚的 原来想这复婚的日子肯定特别难过 还真没想到 怎么了 我没想到啊 我前公婆 对我比以前好多了 真的 真没想不通 真的 怎么会这么好呢 孙经理 韩主任 韩主任 这怎么了 话只说一半 韩主任怎么了 韩主任那天让人给我送来一箱苹果 让我给您两个尝尝 我写报告去了 瞧我挑点地方好不好啊 该做工业的是一样 来 好家伙来 好家伙你看我买的啊 这些花我可喜爱了 带小粉花 太漂亮了 你看 你怎么都知道她 她是个女孩啊 你没看咱姑娘的肚子 真说了 要回的是姑娘吧 这肚子坐在前面 这种肚子就是 好妖怪 我可怕你 怎么出来 这给我生个外甥子 这小棉杆你自己穿了 这闹闹闹 这不浪费吗 这不是 走吧 哎呦 等一下 快点啊 您这气色一直这么好啊 哪儿啊 现在呢 在家里面看书 时间呢 是越来越短呢 精神呢 不如以前呢 小刘啊 小刘啊 你现在可是名声雀起啊 前天 我那个小孙女跟我说啊 她最爱看你的那个历程有约 和千家讲坛这两个节目 哪里哪里 哎 哎 我呀 就是把您以前灌输给我们的 灵活的教学方法啊 稍微改变了一下 嗯 在电视上讲给普通观众听 好啊 嗯 我觉得呀 是把咱们社会学和心理学 普及给大众 嗯 让他们知道 其实呢 就在这个基本的婚姻家庭当中 就有社会学的价值存在 好 不错不错 刘哥夸奖了 不过呢 除了校外的这些社会活动啊 分内的工作 还要考虑考虑 我听说了 说你 把许多课程呢 分给佟老师带你讲 不少老师和同学呀 意见很大 这点呢 我都压下来了 可是你得注意啊 反应太大 意见太大 我也压不住 谢谢林老师 您放心 我一定注意 嗯 还有 就是论文问题啊 今年 好像一篇没教呢吧 是 其实是这样 我呢 跟佟老师成立了一个科研小组 所以有些课呢 就让佟老师去代讲过了 嗯 我今天找您就是想问一下 这佟老师平之称的事 您这儿有什么看法 嗯 您放心 我那论文啊 嗯 肯定保质保亮的按时交上啊 嗯 这佟老师平之称 您说是卡在每个环节了 你别乱单 我叫你别乱单啊 我看 嗯 这佟老师呢 那您帮我查一下 那个刘颖前面 还有几位病人啊 好 十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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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那边等 去吧 下一位 下一个 王露 还有几个人 还有几个人 十个 老婆 再忍忍啊 你饿不饿 早上没吃饭 我给你买点早餐去吧 不吃 反正我今天不是饿死的 就是等死的 都是个死 你说什么呢 好老婆 再忍一会儿 你想想看 咱们这儿忍一小伙儿 就能省两千块钱了 不是 闭嘴 你烦不烦啊 你张口闭口就是省钱 思索出去逛逛 好 走 不行 慢点啊 来 护士 护士 我明白了 您看什么事经营一点 立马就清晰了 明天啊 我就带着童老师 去拜会一下 您说的这几位教授 千万不要提我呀 因为现在这个平时委会的名单 还是保密的 这样啊 你们把时间呢 拉得开一些 不要集中轰炸 那样呢 目标太大 如果让他们知道了 你们一天之内 把这几位都给探望了 反而紧张啊 那就什么事情都办不成了 知道 您放心 吴院长 这事我明白 走了 再见啊 吴院长 再见 哎 喂 吴老师 事情都办得差不多了啊 我刚跟老吴见过面 他给俺指了一条名路 那当然了 他还有事瞧我呢 你就别问他 刚才吴院长跟我催论文了啊 我今天五篇论文一篇都还没写呢 赶紧帮忙啊 那保证我在期末之前 能把论文交上了 明天我就去找那几位 有评审资格的教授 得挨个儿谈啊 喂 你别挂啊 我接个电话 喂 哥 刘颖在医院晕倒了 你能不能过来一趟啊 什么 在哪儿呢 我马上过来 好嘞 好嘞 医师傅 不要紧吗 没什么事 师傅没吃早饭啊 没吃 你这家属也是 怎么不让孕妇吃早饭 是 怪我怪我 他这儿没什么大事吧 这次没什么事 滴血糖 下次可就不好说了 到医院来 一来至少半天 无论如何早饭也得吃 好嘞 先挂碗点滴再说吧 行 谢谢啊 小宝贝儿 受苦喽 可怜的 给我把我妈打掉了 别给她们打了 别给她们打了 医生都说没事 你让她们操着心干嘛 你打我打 你打我打 你打这 我这服了你 喂 妈 妈 喂 喂 妈 我 没事 就是 没吃早饭 低血糖跟她晕倒 嗯嗯嗯 那医生说没事 你们不用过来 不用过来 我们这儿一会儿就回家了 要不然你们直接 向家里去 行啊 没事 妈再见 行 哎呀妈 吓死我了真是 一个低血糖 你说整出这么大的动静 哎呀我的妈呀 走吧 看看你那个 娇娇二期的闺女去 哎呀真的 现在这年轻人呢 真是 好像谁没怀过孩子 你说我们那时候 是不是照常爱的上班 好吗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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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